他太强势了 把我压得喘不过气 什么事都要替我做主 根本不找我商量 跟他沟通太费劲了 我一直在为他着想 他还不领情 总觉得是我耍脾气 真的太伤我心了 他就是想把我变成气管炎 在朋友面前也不给我留面子 他的爱已经让我变成了负担 我真的快受不了了 他就是太窝囊了 一点都不爷们 还特别幼稚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 有请对情侣有请 小王三十一岁 来自吉林 肖臭 小高三十二岁 来自黑龙江 十元 欢迎两位 今儿是谁要来的呀 今天是我要来的 我们两个私下有一些话题 我跟他太强势了 我没办法说 想借助平台给说一下 你在家里被欺负了 窝囊 受气 受了气了 来这儿要说一说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俩合租认识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感情被骗了 创业也被骗了 损失了能有几万块钱 不是 什么叫感情被骗了呀 因为上一段感情就是 女方就是从我这块 断断续续拿走了 能有六万块钱吧 但是最后跟我说的是 我们俩不合适 被骗了 然后我就在出租屋里的时候 就是我们两个是属于 三室一厅 一共合租 一共是三个人 一个人一个窝室的那种 合租屋 对 我们俩认识的 因为那个时候 他对我挺好 老是做饭的时候 带我一份嘛 我就觉得这个人 特别善良 贴一双筷子 是吧 后来呢 后来的 就是在一起 时间长了 一个多月之后吧 他说的那意思 反正咱俩也是在一个锅里吃饭 还不如就在一起了 而且我觉得上 谁说的 他说的 我感觉我挺喜欢他的 然后呢 我们就在一起了 所以 别人的饭不能轻易吃啊 兄弟 不好吃吧那饭 这个饭其实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然后呢 就在一起了 然后我就觉得他 因为我上一次 就是因为被女孩骗过嘛 所以说我感觉 他这个人挺善良的 然后我就觉得 他肯定不能骗我 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 嗯 在一起之后呢 在一起之后 刚开始还好 后来呀 就是他的 太强势了 什么叫太强势 就是不尊重我 很多事不跟我商量 因为我们在一起 感情基础一年多了 有一次呢 我跟他说 因为我创业的时候赔了 能有个十几万块钱 我跟他说 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说我稍稍周转一下 然后给你 他就是不光没有借我 把我数了一顿 骂我一顿之后 还把这个事告诉我父母了 你觉得这件事 为什么不能告诉你父母呢 我感觉告诉你父母是应该的 我没有说你不能告诉我父母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 你跟我说一声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这么小的事还跟你说吗 跟你父母说还不对吗 不是说你跟我父母说不对 而是我觉得这件事 你告诉我一声 你挺大男人 为什么那么无等呢 为什么光女人借钱呢 你可以选择不借呀 就我没有要求你非得要借呀 那我让你父母知道 有什么错吗 就是他一直都是这种强势 就特别强势 根本就不给我说话 我也回答不上来 不是人强势 那为什么能管父母借 管的什么呢 对呀 不是我不管父母借 你父母那么大能力 最后也不是我父母 把家里的店铺卖了 把这个账给还上了吗 我只是觉得 我凭我自己的能力 但是我认为就是 不能应该光女人借钱 知道吧 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借 我生气的重点是 你跟我说一声 不可能说什么大事小事 都是你来定性 那还有什么意义了 你说这事大就大 你说这事小就小 什么这小事还跟你说 什么都跟你商量 行吗 还有什么事 生活上 就包括我过生日 许一个生日愿望上 也得是他说了算 这啥意思 就是我许生日愿望 必须是他替我许 然后你想想 我过生日 肯定有朋友 有同事什么的 一堆人 他替我许了 这个生日愿望之后 他还得说出来 就我感觉他 我不就希望我们 天长地久吗 永远在一起吗 我觉得这是我的生日 你连这种事 你都替我做主了 我就感觉我特别窝囊 我认为这是个小事 就想为你做主 就希望我们天长地久 交给你们永久在一起 不是 我还没弄清楚 咱过生日 不有一蛋糕吗 对 有蛋糕 蛋糕全部有蜡烛吗 对 然后大家说 许个愿吧 对 这怎么还他许呢 因为到许愿的这个环节 他就直接把我越过了 他直接就他许了 一拉我就告诉我 他替我许一个愿望 说我们两个 永远在一起 你就闭嘴了 我不是我闭嘴 而是这个愿望 还没来得及许 就是他就已经 把我给拉开了 那听明白了 你许的什么愿望 我们天长地久 永远在一起 意思 我就希望我跟他 永远在一起 想抓住他 不想让他离开我 你大声地就说出来了 可是不是你的生日 为什么女许愿呢 我认为她是过生日 必须不得许 我要按我的计划走 我必须得要抓住他 让他跟我在一起 所以我就说 这饭不好吃吗 你免费吃人一个月的饭 你以为是好吃的 后来呢 这生日愿望完了之后 这还不跑吗 这么强势 这个生日愿望 就是我心里 你肯定是不愿意的 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忍忍 哦 再忍忍 后来我发现 他就越来越过分 越来越强势 又干啥了 我平时因为工作上啊 就是可能是下班比较晚 因为销售这个行业 可能说有的时候 去外地什么的 回来的晚不及时 有可能我八九点钟回来 然后呢 就小区里有个流浪猫 但我每次回来 我累一天了 我觉得我喂喂这个猫 我就能脚着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他知道我喜欢这只猫 然后他也没有跟我商量 也没有干嘛的 又有一天突然之间 就把这只猫给我抱回去了 抱回来有错吗 你不喜欢吗 让你天天看着它 我没有说你有错 我只是觉得 就是感情的基础 是互相尊重 你就一直在 什么事都你做主 你说了算 我感觉你什么事都认为是大事 我认为什么都是小事 给你抱回一个猫也是事 就是他一直在试图 把我去养成一个气管炎 窝能废的那种感觉 特别强势 什么都在他说了算 他做主 还有什么事 他说了得算 有一次就是 因为他要求我下班了 不能及时回家出去 必须得跟他报备一下 就是在手机上告诉他 我在哪儿在哪儿 跟谁跟谁 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 我接的不及时 因为我觉得呀 跟朋友兄弟之间吃饭 肯定是比较神圣的 你说你老看手机 老回微信 我就觉得我不尊重人家 然后这个电话呢 我就没有接 我也的确没有听到 他呢就直接 来到这个饭店来找我来了 不是 他是怎么找来的呢 因为我之前跟他报备了 还是说过了 对 因为我只要回家不及时 我就必须报备的 是不是怕他喝多了 所以接他去了 那倒不是 我不放心他 你不放心啥呀 打电话不接 我就急坏了 然后就去找他去了 他不放心什么 就他多疑吧 可能是 他老觉得我们吃饭 不只有男的 可能桌上有一些女孩子 或者怎么样 那你还是跟那些女的有事啊 要不怎么弄得 但是我那天吃饭 你还是没有救到我的安全感 就是我们那天吃饭 只有我们几个 就全是男的 他到这儿 我感觉到不安全 你部分青红皂白的 就问我 为什么你不接电话 但我是真没有听见 我说我没有听见 他就不开心了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就直接就 那我不是在乎你吗 把我耗起来了 拽我 就直接回家 必须回家 我不希望你跑了 我想抓住他 你知不知道一个男的 在那种场合很尴尬 然后我朋友 当时就是跟我一起 可能多少就是都喝酒了吗 我朋友就说了 如果你是个老爷们 今天你别走 你是个男的 你今天就留在这儿 她是你女朋友 她不是你妈 她这么对你 那面子那么重要吗 面子比我重要吗 不是面子重不重要 我就觉得咱应该互相尊重 不是 她后来回没回啊 回了 回了就别说了呀 回了代表你认同啊 认可这个行为了 不是 我认可了 我感觉我应该尊重她 给她面子 如果我再跟她吵 两个人就都不懂事了 行行行 那就宽宏大度吧 那不挺好吗 但这个事她在心里面就一直 就是我心里面觉得不舒服 那你心里还藏着多少不舒服的事 接着你都说了 还有吗 而且她特别多疑 因为我就是平时嘛 应酬比较多 回家可能比较晚 有的时候可能谁喝多了 同事喝多了 送一下 然后有一次我送一个女同事回家 然后呢 就这件事我也是跟她报备的 然后呢 她就不愿意了 她就一直在电话里跟我吵 第二天非得要求去公司里 见一下的这个女同事 说我俩之间不清不楚的游戏 那还是有问题啊 要是没有问题 你为什么要跟她私自见面呢 这不能算私自见面 一起一个部门吃个饭 然后我送她回家很正常的 那她不找别人呢 为什么找你呢 你肯定有问题啊 因为我们俩是一个部门啊 你要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找你呢 第二天真去公司了吗 我没有带她去 不是 你这干嘛呀 那为什么不能带我去呢 还是有问题啊 她带我去啊 有本事我们三个当面对峙啊 不是 对峙什么呀 对峙她到底有没有事啊 我说你 我说我没事你信吗 我不信呢 那不就完了吗 她肯定有问题啊 她有啥问题啊 她跟女的在一起啊 为什么私下那么联系 不是同事吗 我就认为她有问题 本来是清清白白的事了 非得说有事 第二天非得要去 我没有让去 她就把这个事给坐实了 就是我没让她去 现在她也觉得 我跟我同事之间 不清不楚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她去了 本来是我们两人的事 她去闹到公司之后 把我同事都给连带着 受影响了 我就一直没要我让她去 同事朋友重要 我不重要 你确实不重要 那谁重要啊 那个女的重要吗 跟你没啥关系 因为这个事 她的确就是一个同事 不是 这要解释吗 还不好吗 这个已经倒不可理喻了 你知道吧 我认为这是我爱她的方式 我要抓住她 她就不会离开我 抓呀 抓到这儿来了 抓走啊 抓呀 抓呀 一会儿我就抓走 一会儿抓走 就给你拆了 她那种无理取闹 就是她 你刚才用的什么词 无理取闹 你敢用这词 都无理取闹了 你还不跑 你不无理取闹 你跟别人联系 我不跑的原因 就是在我最困难的 那个时候 是她帮助了我 她给了你一口饭吃 哎呦 这口饭 我说饭不好吃吧 我只是一口饭 反正那个时候 接着说 还有一次 我跟我前女友 好久好久都不联系了 只是微信没删 的确是我做的不对 然后呢 我前女友也知道 我是平时特别爱玩的那种人 她带着孩子去游乐场之后 我就给我分享了一下子 那个游乐场 什么什么好玩 那这个事也分享 什么都跟你分享 她都已经带着孩子去 人家都已经结婚好 就是结了婚了 孩子都两三岁了 结婚的孩子是你俩怎么的 你说刚才那女友有孩子了 孩子你看就是 她就是一直是那种 多疑强势的性格 不是前女友怎么了 跟你分享了 然后呢 那玩人给发消息 我觉得作为尊重 也给回个消息 我说行 有机会去看看 然后她就觉得 我们俩在创造偶遇的机会 就我们俩在约定个时间去 人家都联系了 为什么那么长时间 她还回信息 就故意的呗 如果我要是真的 跟她有什么事 想创造个偶遇的机会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条微信 我删了 连你看见的机会都没有 你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就因为这么点小事 我们俩是合租嘛 她把我东西都扔出去了 把我撵出去了 多好啊 赶紧别进去了 赶紧跑吧 那后来她还回来了 证明还在这我重要 你看看 你说这人自己不争气 但是我回去的时候 我跟她讲了 就是我回去之后 我也跟她说了 我说这就是 就这一次 不再有下次了 如果再有下次 我觉得 这也是给你的教训呢 你有下次 你也进不来了 你还在乎吗 就是因为这种强势多疑 然后呢 我老感觉可能是 她觉得我离不开她 或者说她觉得 你确实离不开她 不是她觉得 我也觉得你离不开她 就是在生活当中 她有色眼光特别严重 因为我是做销售的 有时候跑业务嘛 就可能穿的正装时候居多 只要我一出门了 然后在她的定位上 我就又是跟别的女的约会去了 就出院 见客户 我觉得这是 你很多时候 你必须的呀 你越正式人家 才越信任你 那就是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为什么穿那么板张 又想照顾影节吗 想故意的是不是 我不是想故意的 我一直我都在跟你讲 就是这个东西是工作上的需要 我觉得就 我穿的正式了 可能把这一个业务谈成 我不因为在乎你吗 爱你吗 我哪不管别人呢 我知道你在乎我爱我 但是我觉得 咱们需要一个互相尊重 就是感情了 我怕你离开我 我想抓住你 就是她觉得我剑柯护士甲 私下里联系别的女的是真 天哪 那你穿不穿呢 工作上我也得穿呢 我必须得穿啊 我穿她就说 而且就人身攻击 语言攻击上特别恶劣 就有可能说 因为我穿了这个正装除去了 然后就是 她本身走路 我走路就小时候出个车祸 走路上可能就是 稍稍有一点别扭 然后她就说了 你看你穿完衣服之后 你这么走路 你这不就想出去勾搭女生吗 这是故意的啊 走路像有猫似的 像不爷们 看的就是不正常 我是腿上有问题 就是正常的走路 她认为正常 我认为不是正常 这不就是正常走路吗 可能稍稍有点那八字 你看 这不是啊 我这就是正常的走路 然后在她的认知当中 就不行了 这没问题啊 有问题 这不是小时候出过车祸吗 她就故意的 不是她怎么 这不正常走路吗 我的妈呀 就是她根本就在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我没有反驳的余地 全是她就把这个事给说了 一加一 她说等于三 我要是敢反驳二的话都不行 就我觉得 她所谓的喜欢 就让我特别窒息 就是因为有过一次 把东西给扔出去的了嘛 所以说我尽量 我觉得她不可理喻吧 我就尽量我不吱声 我不降 我不理你到头了 甚至就是我在工作上 受到委屈 受到压力 不能把工作情绪带到家里 她做的饭 我没有吃 她问我为什么 我说今天这单 就是没弹好 为什么把工作上的事 放到家里呢 家是什么 是一个港湾 我受了委屈了 我到家了 我也没有 但在我的认知里 你就是故意的 故意往我这里刹火 然后在外边不省力 到我这儿 我并不是故意的 我来的 我回到家 我觉得我需要个温暖 然后我就 我也没有跟她说 为什么什么事都想不开呢 你看 她一直都是这种强势 就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就这件事 我觉得我做的并没有错 我到家里了 我没有说去跟你 讲我怎么地怎么地 只是你做饭 我没有吃而已 然后你的 就上纲上线了 就非得说说 我怎么样怎么样 为什么要把工作情绪 带到家里来 你就这么气 我不得他气死了 我并没有 不是 就是我今天能说出来 这等于你不吃饭 他就说你发脾气 对 因为我不吃饭 我不听话呀 他一直要求我做一个 就是他说什么 就是什么的男人 你要爱我的话 你就得必须按我的方式来 行行行行 我问问 他是爷们吗 不像爷们 他缺点什么呀 他缺爱 我够爱他了 他还不止住 他就想上外头去找去 那他可以不爱你吗 那不可以 必须爱我 那他可以跑吗 那不可以 我怕他跑 我要抓住他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后来我们也分了 他跟别人跑了 他为什么跟别人跑 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我跟别人跑了 然后我就认识他以后 我就认为 我一定要抓住他 我怕他跟别人跑 你为什么不跑啊 这么委屈 因为当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帮过我 我觉得那个 他帮你啥了呀 那个时候 他不是这样强势的 他会开导我 他说哎呀 你别想那么多了 谁人生怎么可能一般不顺 你是因为报恩是吧 也存在一定感恩的心理 但是我现在 我希望他能改掉 他这种强势 他改什么呀 就我需要他 对我有一定的尊重 什么叫尊重 难道我不管你吗 放手 让你跟别人跑吗 我没有说那样 我只是说有的事 您可以跟我商量啊 我的爱你怎么就接受不了啊 行 我看你的这个逻辑非常简单 因为我爱你 对 所以我管你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可以帮你决定 对 那他怎么爱你才算是爱呢 什么都听我的 我说什么是什么 那你这个逻辑就自洽了 现在他花你的钱吗 不花 我花他的钱 其他男人 为什么要花我钱呢 我必须花他钱 让他养着我 就是他还得养着你 对 他还得听你的 对 他还必须得爱你 是的 那你是谁呢 我是他老婆 结婚了 将来以后做老婆 结婚了吗 没有结婚 没结婚 我希望我们能长长久久 在一起 那你觉得你们能长长久久吗 他只要是听我的话 按我的方式来 我就能长长久久 行 能做到吗 做不到 那做不到为啥不分 就是我觉得 有一年多的感情基础 还有一个挽救 就是我觉得还能挽救 挽救啥 也许他能变好 也许有人能把他说通 劝劝他 他就不这么强势了 就他们四个能把他说通 对 如果他们四个 不能把他说通的话 怎么办 那我就得考虑考虑 我们到底还适不适合在一起的 有没有必要维持这段感情 听明白了 就如果今天他们四位老师 不能把你的女朋友劝得 按你的心意来 你就要重新考虑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好 你会听他们的吗 我不会 我还要听我自己的 那你来干嘛呀 我主要是希望他改 希望他还听我的 就所以今天是来盯他的 对不对 对呀 就一样的改 我跟你说 他们很有可能就一说 他就跑了 跑了不行 我得想办法 还得给他抓住 行吧 你要那么自信的话 他们就可以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了是吧 就他们即使说 让你们分开 你不会找他们的麻烦吗 不会 不会啊 他说了不找麻烦了 你们可以说真话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来往那边看 说真话啊 余老师 这个保证很重要 否则我们也真的不敢说话了 你这个架势就放在那里 如果这个叫爱情 这是恐怖的爱情 如果说这叫强势 这是恐惧的强势 刚才你说 男人不能向女人借钱 对 你可以不借 干嘛要 折腾到他们的妈妈 爸爸的头上 他已经成年了 你还以为小时候老师 孩子不听话 到家长那里去告状 他31岁了呀 另外 生日许愿 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权利 你以什么身份 什么资格 可以抢着替他许愿 因为我在乎他 我爱他 我不希望他离开我 你这叫霸道 这叫强制夺理 就不可理喻 蛮不讲理 还有他和女同事 只要你怀疑 就要敢去和女同事对峙 你还让不让他活了 不是我爱他 当然有一点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一个男人 他没有骨气 没有自欺 他现在的一句话就是 我已经把你赶走了呀 东西都扔出去了 你又回来了 所以你爱我 这样畸形的爱情 你认为还是爱吗 你说感恩 感恩不等于感情啊 他认为自己一点没错 这就是我爱的方式 但我想告诉你 这样爱的方式太可怕 这样爱的方式 它是不对的 你爱要他感受到你的爱 他只感受到你的强势和可怕 爱是平等的呀 爱是一种同平共鸣啊 你们明得起来吗 你说天理下有这样的爱吗 男人最需要的三大需求是什么 被理解 被认同 被信任 在他身上是一点都没有的 只不过他相信你会改变 你也扪心自问一下 在这样的爱的过程当中 你快乐吗 你所谓的爱情当中 你们有温度吗 有爱情吗 这个男人 他真的害怕了 你今天说是到爱情保卫站来借胆 我们也愿意借给你 今天借你个胆 赶紧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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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谢谢 重要的话说三遍 赶紧跑 我问一下女生 你说因为我爱她 所以她就要按照我的方式来 对吧 你的逻辑是这样吗 因为我爱你啊 所以你不能跟女生有接触啊 因为她跟别的女生接触的时候我不放心 对你就不放心她就跑了呗 对 那如果她爱你呢 我还要抓住她 如果她爱你呢 你为什么不愿意用她的方式和她相处啊 她就是要穿着西装去见客户 她就是要吃饭的时候还有异性 怎么了 这人不是除了男的就是女的吗 那她就故意的 对她就是故意的 故意装着机会 她就要这样 你怎么办 那我就要管住她 你拿什么抓 拿手抓呀 我去追着她 咋追呀 她上班人的 我跟着她 她去哪我就跟着哪 不让她工作 不让她生活对吧 嗯 所以余老师说三遍都不够 得说八遍赶紧跑吧兄弟 女生我不知道你怎么去养成了这样的性格 以前也受过伤害 但是也非常爱她主要是原因 你不爱她 我感觉我爱她 我告诉你你不爱她 你只是想控制她 你只是想占有她 你只是想让她听你的话 成为你的手中可以攥着的玩具 你一点都不爱她 你是个成年人 你应该知道爱是给别人快乐 给别人幸福 爱不是占有 不是控制 不是绑架她 因为她吃了你一口饭 所以她走哪儿 你就可以跟到哪儿 凭什么呀 她要爱我 她要爱我的话就会顺着我说 为什么不顺着我说呢 她不爱你了呢 不允许她不爱你吗 别说你们没结婚了 结了后来那么多人离婚呢 怎么了呢 因为你爱她 我就因为我害怕 我怕她离开我 好 咱们说到根上了 你害怕她离开你 那你就要用让她开心 幸福的方式 才能抓住她 不是你嘴上叫得多响 用得力气多大 连打带骂她就能留得住 你就能抓得住 你想要抓住一个男人 就要让她开心幸福 愿意回到你身边 抓住她的心 而不是抓住她的手 不是扯住她的后腿 你再这样下去 你完全抓不住了 如果你真的说是怕失去她 请你从今天开始去思考一下 自己和亲密关系 在一起的方式 你如果不能够调整成 她喜欢的样子 去和她生活 那你就一点都抓不住她 男生你也挺有意思的 都这样了你还不跑 你的逻辑也不符合常人的逻辑 换成别人 根本不用解释 还用解释吗 我告诉你我在哪儿吃饭了 我吃饭没有看你电话 你来了好 来了我来跟你说一声就得了 你需要解释什么呢 我不明白 你们俩典型的一个施虐者 你是受虐者 你特开心 你觉得有个人这样管着我 不给我面子 这样在众人面前羞辱我 这样让我丧失一个男人的尊严 你就特开心 不是 就是我也知道这样 只是我觉得那种环境 我在跟他吵 我就把我自己拉到跟他同一个 你的女朋友今天能在我们 这样一个现场 当着我们这么多人 这么理直气壮地说 我爱他他就得这样啊 他跑不了我就得抓着他呀 他走哪我跟哪啊 他哪来的底气啊 你要知道一个人可以羞辱 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都是对方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你不给他这个脸 他敢这么说吗 他对你不是爱就是控制 我希望你们都能活出自我 能够过得更好 所以赶紧分手 各自去找到自我 也早点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谢谢 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 你会伤害他吗 我认为这不叫伤害 这还是更多的爱 我没有伤害他 所以你的爱是 我觉得这种幸福 我要是爱的话 所以你的爱是满足自己的幸福 对吧 对 除了自我满足之后 我不想其他任何的东西 你的幸福在于 你除了自我满足之外 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可以牵扯到你 在你的上面 没有社会关系 没有道德结构 没有所有的 在我们身上的那些枷锁 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是一只放入了人群的兽类 你知道吗 当然我说这个话是打引号的 你当然是人 但是你是一个只有本我的人 也就只有原始欲望的人 除了满足自我之外 我什么都不需要去想 这是一种人格的缺失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 真正缺爱的人是你 他其实还好 他不是很缺爱 因为他什么都要自我满足 什么东西都往自己这边撩 所以他都对我还好 你是一个真正缺爱 你在这个世界上 受到了创伤之后 你有强烈的缺爱的感受 然后你认为自己是被世界遗弃的 在这个时候 你抓所有的人和事物 像抓救命稻草一样 然后你就抓住了他 但是当你抓住了他之后 他给予你的究竟是爱 还是像两位老师说的是战友 他给予你的 是不断地从你身上的掠夺和控制 还是你真正想要的关爱呢 你要想明白这一点 你要的爱到底是不是这一种 你很难去理解一个 只有纯粹本我的人 他的爱是什么样的 所以你要的爱是什么 你们要的家庭到底是什么 最后 这位女士我想 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你有了一个孩子 你也会要求你这个孩子 完完全全听你的 因为你爱他吗 必须按我的方式 来 因为我为他好 我说完了 之前的恋爱还算顺利是吗 不顺利 我们分开了 以男生跑了为结局 是 他跟别人好 就把你打开啊 我看你了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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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改 但是我改不了 我主要还是爱你 怕你走 怕失去你 哎呀 真的不应该分开 他享受于此 他满足于此 谢谢两位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今天到这里来就是赚个小便宜 借我们的嘴 让他们说分手 所以我们也愿意被借 男不出女出 男不出女出 女出男不出 而且我认为那个男的还跑不了 双不出 好吧 看看他们自己是如何选择的 请开门 当你碰到这样一份爱情的时候 逃跑是你最好的选择 因为在这段关系里面是没有爱 只有占有 不管怎么说 结局是好的 两个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情感问题 分开了 希望他们寻到真爱吧 来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觉得他就是不爱我 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 总是和别的女生暧昧不清 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她总是自行想象一些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她就是不信任我 可能我们刚开始在一起 就是一个不正确的决定 我总是因为她的事情而焦虑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还是很爱她的 但是她却一心想跟我分手 我觉得她只是在跟我置气 我想跟她重归于好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马20岁来自天津学生 小赵23岁 室内设计师 欢迎老妹 怎么认识的呀 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的 当时我知道她 一开始她还没同意 后来送礼物送花嘛 慢慢就好上了 送礼物送花 什么礼物打动你了 就一些平常一些小礼物 还有她手工做的 为什么拒绝她一开始 因为就是问她年龄嘛 她太小了 她还在上大学 我已经工作了 觉得不太实际 姑娘实际上面比较理性 在这问题上 这一年多谈起来怎么了 她做了很多 让我觉得出格的事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她觉得我桃花太旺盛 再照着再下去就容易劈腿 不是我都没做过的事情 我就很信念她这个结论是哪里来的 她预见到了未来你会劈腿 是吧 对 主持人 我跟您说 我们俩都在一起半年多了 然后我才发现 她有一个微信小号 加了很多女生 然后我就问她怎么回事 然后她就说什么工作原因什么的 你做什么工作 你还要加这么多女生 我在学校门口酒吧当调酒师 这种工作避免不了 就很多人都会加我微信什么的 方便交流 然后我是在那工作的 说白了服务行业 也不方便拒绝吗这种事情 然后就创一小号 也不想跟他们深交认识 就把他们都放在小号里面了 一开始没跟她说是把她多想 等她看到之后 我也很坦然 把手机密码都告诉她自己看 什么东西都没有 你看这男孩处理得还不错 我这个工作需要 不能包着面子 但是我也没联系 那这是什么工作需要 那还得总是得加女生微信 你就不能告诉他们 你有女朋友了吗 而且她那个小号微信 也不发我们的合影 我个人觉得 我和她的合影 发在我的主微信号 家人朋友能看见就可以了 没必要去发到小号上面 就没必要让那些陌生人 去评判我们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她就是怕被那些 她的女顾客 那些美女看见 对 主持人她就这样 就是我怎么说她都不明白 然后后来我都说不发不发 后来也听她的 我就发了 后来发生的事情 搞得谁也不快了 咋了 就是我那一次下班 然后去她那个酒馆找她 然后等她下班 结果呢一个女的 然后就醉醺醺的过来 跟我挑事说什么 我配不上她 说我长这个样子 那意思就是她俩要好呗 我当时就可生气了 但是她过来把她拦走了 然后没问我什么感受 直接就把她带走了 把谁带走 把那个女的给带走了 我是在那里工作的嘛 我也很忙 确实是没有精力 去注意她那边的事情 等我发现的时候 她们都快打起来了 您站我角度 您想一下 就正常人的第一反应 肯定就是先拉开嘛 把她们 就随时先把那女生拉开 我折回我才安慰她 但你想 都已经这样了 我只是一个就是打工的 你认识那女顾客吗 我给她调过几杯酒 只调过几杯酒 主持人我觉得 肯定不止这么简单 就我个人觉得 那女生可能就是喝多了 说一些话 后来这事怎么解决的呢 后来她又跟我生气 不理我跟我冷战 正好那几天赶上五一了 我就寻思着 约她出去玩两天散散心嘛 我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 然后发微信 我发一长六 就和我俩字不去 那我不是生气嘛 主持人 我不去是还有一件事 是因为就是她上一次过生日嘛 我那时候因为工作太忙了 没有时间去我很内疚 然后晚上我就给她打视频 我说问问她 然后就玩得怎么样 想祝她生日快乐 然后结果呢 人家电话也不接 微信也不回 最后给我打过来视频 然后发现她在酒店 然后我让她把摄像头转过去 她这样支支吾吾的不想转 结果转过去之后发现 是她那个学姐 谁支支吾吾了 你 这件事情我觉得 我还真的是有必要解释一下 当时我就跟她解释过 她一句话都听不进去 我愿意听 你想 我俩是情侣关系 这没错吧 哪对正常的情侣 连对方的生日都不记得 一顿饭的时间都冲不出来 我那是不记得吗 我那是太忙了 我在外比出差 这件事情我也很生气一开始 行 确实她忙 我理解她忙 她来不了 我有朋友 有同学 他们陪我过生日来了 大家都喝得挺难受的 我现在就开几张房间 在酒店里面 其实不是就我们两个 一堆人一块去了 开了几个房间 但是正好是那个学姐 那个学姐平时就是 对我挺有帮助的 生活上 工作上 就对你有意思就行了 别说挺有帮助的 我确实是 对 主持人 我还想跟您说呢 为什么我这么生气 就是因为 我之前翻她手机 发现她跟这个学姐 就是总聊天 而且我还拍照了 不是 您看 这你等一下 我们能不能看 我得征求她的同意 你同意吗 主持人 我身正不怕影子鞋 我觉得没什么不能看的 好好好 那咱们看 还没的是学姐 是吧 恩恩是你是吧 这 这个好像没 这学姐一看就对她有意思 不是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吧 我觉得我的回答 不是 你的回答 你先告诉我 你作为一个成年人 作为一个谈过恋爱的年轻人 请问学姐跟你说的这些话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学姐在干吗 自己都乐了 学姐在干吗 学姐在干吗 学姐在撩你 自己不说话了呀 心里很清楚吗 你影子还不够斜吗 不是 我 不是 你的影子 还怎么搬正过来 我现在就想知道 我觉得这是一件 很正常的事情 不是 学姐在对你干吗 我没说她不正常 我只是 我只是想知道 学姐在对你干吗 她对我有点是 表达心意那个意思 好 学姐喜欢你 真吗 你是知道的是吧 对的 明明知道学姐喜欢你 那你给我解释 怎么后来你们俩 就到了一个房间里了 后来她也喝多了嘛 她是喝大酒喝醉了 然后还吐了 我寻思一下照顾一下 她就给她送酒店里面 然后后来她给我打电话 我就接了 接了 然后也给她看了 确实是喝多了 照顾一下 然后我就出去了 找其他人去了 我不信 孤男寡女在一个酒店 全部两个打着视频呢 当时 有什么不信的吗 主持人她明明知道 我很介意这个学姐 她那天她还要单独去照顾她 我就很不开心这一点 后来她就不理我了 我就寻思想办法补救一下 我花了好几天时间 天天接她下班 在她公司门口给她捧着花呀 带着礼物呀 有没有这件事情 对 主持人 提到这些事情我就来气 我再跟您说一件事情 就她天天下班 跟一个男的形影不离 俩人有说有笑的 而且这个男的 看我眼神都不对 他们俩绝对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 主持人 我跟您说 那个是我羡慕上的师傅 然后她对我很好 而且人家四十多岁了 家庭也和睦的 这根本就是她想多了 后来还有一段事情 还有什么事 后来她就微信 发了一张朋友圈 里面有张图片 在医院打点击的图片 下面还有那个位置 我寻思了 我就过去看看照顾照顾吧 我现在都想不通 她发那个朋友圈 是什么想法当时 你让我过去干什么 我过去看那男子 怎么给你喂饭吗 就允许你照顾学姐 不允许别人照顾我吗 那就是我同事而且 你别老跟我提学姐了 我觉得这是正常关系 我爱你 这并不当我去喜欢别人 我喜欢别人 也并不当我爱你 主持人 我问你个问题 你结婚了吧 这位老师长这么漂亮 我就不相信 你一点欣赏喜欢的意思都没有 对吧 就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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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新唐米娜这么多年 对 肯定会有欣赏 我告诉你 欣赏肯定是有的 对 但是新唐米娜 从来没有给我发过 穿裙子的衣服 我说这好看吗 我也从来不敢发一个 我穿马甲的衣服 然后说米娜老师 我穿着马甲好 还是脱了马甲好 行 我明白 我们没有这个 我明白 我明白 我没有 所以您这比喻并不恰的 我先说其一 其二 年轻人慌不择言 我非常非常的理解 我们正在惊讶于 有人给他喂饭呢 我们想听喂饭这事呢 你把这个注意力转移了 来了一句 你结婚了吧 那么老师那么好看 老师真的很漂亮嘛 所以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你在酒吧里面 有那么多的女性给你 你说她情长多高 对吧 勺着我 还得搭着你 关键她还夸你 你知道吗 这 这 这 你看 你看 乐了哈 你男朋友可以哈 我就问那天 谁给你喂的饭 那是我同事 是那个师傅吗 不是 哦 不是 这是已婚还是未婚 未婚 这个未婚 这男同事一定喜欢你 我觉得只是 不是 一定喜欢你 不喜欢你 怎么可能给你喂饭呢 我跟你说 正牌的男友 打点滴 一定是在那打游戏 只有心里有你 没转正的 才会给你喂饭 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就是这个道理吗 你还说别人 一个正牌的男友 自己的女朋友 打点滴自己不在 别的女人喝多久 你在旁边 不是 我也很生气 别瞎说了你 你生病了 你不叫我 你叫别人干什么 他就在我旁边 你呢 不是 你啊 不会说话 你学他呀 你看人家 对生日那件事 怎么说的 你这么说呀 主持人 您听说过吗 有男朋友的一个女孩子 生病了 她用不上她 她能不生气吗 正好啊 周边有个同事 同事看了 送去了 这是不是跟过生日那一样 主持人啊 您看哪 对吧 有这么谈恋爱的吗 人家过生日 他不在 什么工作那么忙啊 于是我没有办法 找了学姐啊 原话吧 所以你们将心比心地推一推 把这些破事先扔一边 其实我相信彼此还是爱的 还喜欢吗 喜欢 还喜欢吗 嗯 如果你们还彼此是相爱的 即使今天不再爱了 没有爱了 也没有必要非给对方身上 泼这个脏水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如果心不能打开 不能好好地处理这些事情 那你们的爱情只有死路一条 我愿意相信 他跟学姐没什么事儿 我也愿意相信 你跟男同事真的没什么事儿 但是你们彼此 对方心里真信吗 你们失去的信任危机 找得回来吗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不好 好 一起进入秋比特分圈 男生确实 是情双很高 高到我的智双有点接不住了 您刚才也讲 您的女人缘特别好 也就是说 只要是女生都和你有缘 男生的那个小号 满足的就是自己的女友 不要用工作来当说辞 您这是一个兼职 另外还有一个 酒吧当中那个醉醺醺 去彰显所谓主权的女生 你和她如果说没有深的交流 接触她不会借着酒去挑衅 去侮辱 学姐的事情就根本不用说了 男人在情感的过程当中 是有拒绝别的女人的能力的 只要这种能力 你愿意去释放 但是您呢 不但不释放 而且是银河 她当然 喂饭也好 包括和师父也好 我认为你不是误解 这是她无意识当中也感觉 你既然这样 她就有一种报复心理 表达对你的不满 你不要认为 你旁边有这么多女生心伤 我身边同样有男生心伤我 这样的照片为什么发 给谁看给你看 所以你们说 两个人这样的一种爱 这样的一种情有意思吗 你们的打开方式错了 今天你们要做个选择 如果两个人踏踏实实 真真心心想相爱 要改变这样的一种状态 和这样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两个人认为 我们这样做的是没错的 我建议你们此刻 孔雀东南飞 谢谢 谢谢老师 我觉得你们很享受这种 被别人喜欢 被别人追逐的感觉 如果谈恋爱了 感情稳定 彼此真的心贴在一起 深深的相爱 是没有缝隙透出那股 你可以喂饭的气质的 女生 如果你的心和这个男生 真的是在一起 你是爱他的 你的恋爱百分百给了他 不会有男生喂你饭的 老师开始其实是百分之百 但是 你不用说你是报复他 因为他做的不好 这也是你自己 潜意识里面表现出来的 你接受别人对你好 那是一种享受啊 确实有人喜欢你 认可你 是一种好的感觉 但是你们在谈恋爱 你们有了一个男朋友 有了一个女朋友 却依然接受别人 对自己的这种喜爱 说明你现在的亲密关系 在心中的分量不足 就这么简单 男生刚才说的话 我觉得特别的符合 你们实际的情况 他说 我就是虽然爱着一个女孩 我就不能去喜欢别人了吗 我们不能心里爱着一个人 还去喜欢另外一个人 这是不可能的 你的命令就是 心里对这个女生有一点爱 但是还放开心里很多的部分 给其他女生去喜欢人家 这在爱情当中是不可以的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 你们做不到 那就是不够相爱 不够爱 我们就放开自己 去找一个真的能够爱的 何必牵强的在一起 把彼此那点喜欢 搞成今天的鸡飞狗跳 要互相指责对方 好像显示你们都多么的不忠诚 不是真的爱 就谈不到真的忠诚 所以忠于内心走自己的路吧 我劝你们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还是分开为好 谢谢 杨老师老拍一张照片 发朋友圈 然后说好看吗 我就给他下面评论 好看 但是没事 没有人会认为这有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我们都是成年人 成年人世界就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 发照片的一个人 只是喜欢自己而已 所以我们才给他点赞 对不对 我觉得你们现在的痛苦在于什么 你们搞错了一件事 就是相爱和确认相爱的唯一性 它是两个阶段 你们现在处于相爱的第一阶段 还没有到相爱的第二阶段 就你们没有确认彼此的唯一性 很简单一个道理 毫无疑问你爱上他 他也爱上了你 但是当有人追求你的时候 当有人向你表白和倾诉的时候 你心里面 有没有多多少少的想到一点 这个人好像也不错 这个人跟我女朋友 比哪个更好看一点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为什么 因为你们并没有进入到一个 完全确定相爱唯一性的时候 因为你们还没有经历那么多 你和他之间 两个人之间 你们形成了感情 但没有形成岁月所积淀的感情 就是当你们五年十年的生活 投入下去 你每一次生日 每一次生病 都有对方在身边的时候 这个时候再出来一个学姐 再出来一个谁 很好看 我甚至都会来跟你分享 你看这个人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好不好看 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完全确定了 你是他的唯一性 别人就算再好看 我对他也不会有任何的意思 你们现在欠缺的是时间 在这个时候有不确定性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们还愿意 彼此相信对方的话 就给对方多一些时间 让对方在你们两个人 彼此共同的生活之中 让时间去确信这件事情 时间会给你们建立信任的 当然有可能时间就会拆散你们 谢谢老师 我想说的是不用再继续了 你们不用再作伴了 你们不用再作伴了 谢谢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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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本来也不在一个轨道上面 不如就先分手吧 算了吧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试试互相 其实我是爱你的 我还是要跟你一起走下去的 我想跟你重归于好 没什么必要了 反正这段时间是不可能了 我觉得你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爱我了 我可以给你时间吗 不需要 谢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你们请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 伯鸿兄做个预测吧 女生对这段感情的力不从心 是能够理解的 男出 女不出 我觉得男生应该也不是那种 非常勉强爱情的人 所以双不出 那我就猜个双出吧 我们保持天真吧 我刚刚还在想 这个女孩这么果断地拒绝 不在一起了 我觉得好欣赏 来吧 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开门 来 来 来 最后说吧 保持天真吧 是吧 不是 女生 你不是说的那么果断吗 说这段时间绝不可能 但是我还是不舍得 而且我自己可能也 确实有些问题 就是还是有期待的 以后啊 坦诚 非常简单 我单位赛有个男同事追我 什么样的 说清楚 我那学姐给我发微信了 我怎么想 我有没有心动 你们要想把恋爱谈好 这个坦诚是最需要的 来 来 来 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各位请见证 就以后我会注意 跟其他女生的分寸感的 不会再有你说那种问题 朋友圈该发发 就是跟他们少接触吗 我相信你 谢谢两位啊 也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请回请回 挺好 选择了就心甘情愿地去守嘛 其实好的恋爱是什么 不是你要求我忠诚于你 而是因为爱 我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 修护未粘膜 认准葵花为康里 再一次的谢谢葵花药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感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当然更要感谢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